现在心灵法门很多统修感情都非常好 这种感情是否会变成以后轮回的因 要如何处理才是如法 这个就是要靠智慧了 中庸之道 念经念的夫妻两个人感情很好 也不能过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感情过分的话 两个人站在一起 我舍不得你 你舍不得我 到最后好了两个人一起轮回了 又到了 下辈子再来做夫妻呀 你要放下的呀 怎么放不下了 放不下怎么好啊 怎么可以呀 好像好好去